台南,第一个,我是觉得说整个台南缺少一个规划 缺少一个规划,我会发现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都市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计划?因为我们台南已经到了七起了 就是说你原来当初是透水的扑面,现在全部变成阴扑面 那你变成阴扑面以后呢,你的这个雨一来,它的这个洪峰流量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阿华三叶工期已经做了这么宽的地方,也已经这么高了 为什么投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它还在淹水? 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刚刚的乡亲讲说,他有很多的这个瓶颈需要打通 也有了乡亲建议说是不是要做分红 我觉得这个在专业上,工程上,我们都可以回去好好地来计算 这是从这个角度 第二个,就是我一直在谈的这个海绵城市 有没有制洪的空间,有没有可以做透水的扑面 有没有可以做这个生态池,有没有可以做这个透水的道路 这个操场也没办法改造,那这种东西呢,都可以跟治水人一起来结合 就是说让雨水的急流的时间减少,洪峰减少,洪峰减少 那地方自然就不用那么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方向 但是这件事情的困难是什么? 在中央跨了两个步,在市政府跨了五个区 在一个大学里面跨了三个专业 你要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团队,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合 其实讲海绵城市讲得很简单,要做比较难 所以我有建议这个师伯兄说 未来他当选市长了,我可以提供他一样的东西 就是海绵城市的整个的设计规范 在我在内政部的时候已经做完了 台南市其实是可以公告,根据地方自治条例 他事实上可以公告台南自己的这个海绵城市的设计规范 这一公告以后,他就变成法律 未来所有的新的建案都要比照办理 但是我也是在强调提醒这些建商朋友不要担心 其实你这么做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游戏规则可以遵循 并不代表说你未来的建筑成本就会增加 而且他这个淹水问题解决了 这个水都拖到地底下去,这个环境变好了 为气候改变了,其实你的房价还可以卖高一点 也是一个山营,谁都不输 那第二个,从我们这是南部的沿水你会发现什么? 水只要,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思考逻辑是 我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那台北市78.8mm 一个小时的这个下水道容量 台北市压在那200年频率的堤防 我们的三爷公司就是压在那个堤防的高度 但是现在告诉你说呢,当极端气候已经变成了常态的时候 你的设计的标准,你号称200年频率的就不见得不保证它安全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水只要溢过堤防,水只要超过下水道的容量 整个都市就瘫痪了,像我们这次南部一直瘫痪 瘫痪个四五天,加一最厉害的瘫痪到七天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概念,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 为了失败而设计,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海绵城市的概念 任性城市的概念 就是说告诉你说,你这个所谓的保护标准它一定会失败的 可是你失败了以后,万一水不幸溢过堤防 万一水不幸超过你的下水道的设计容量 你的整个都市的基本机能是维持的 就是说水淹过来,水不会进到你家里去 水淹过来,你不用被撤离 你的路基本上还是可以通的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失败而设计 事实上我们从2000年开始 就跟荷兰人开始在欧洲,在全世界 开始陆陆续续做出一个这样的案例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准则下面 我去写那个设计规范 就是在这样一个原则下面 我再推海绵城市 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功亏一篑 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 就没有再大力的推 那我也希望说 趁着这次南台湾的淹水 台南重创 那我们未来这个候选人当选以后呢 可以把这东西不是做他的政策 而是真的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就看懂了 我想这是我愿意来台南 你觉得我们的淹水预算从2005年 花到现在何止2500亿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事实上欧洲,荷兰一个国家的淹水 这么多年来人家花的钱比我们少 结果人家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是在观念上面 政府运作上面 事实上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而且台湾人不习惯是什么 团队作战 我们不太习惯,我们都是各做各的 水利署做水利署的,营建署做营建署的 中央做中央的地方做地方的 中央全部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来解决的 我还是强调不要再谈钱 找到好医生,问题诊断清楚 药方开清楚 然后再来谈需要多少钱 好 好